歡迎蘇先生 大家好,我是金融市聖美國校的蘇老師 我們今天雖然有點Delay,可不過我還是會準時下課 準時先離開,所以我們時間等一下是要掌握一下 後面這邊是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大概是全國中小學裡面唯一一間全自由軟體的學校 從2005年開始到現在都是 總共有大概七八年的時間 我們這八年的時間裡面,我們全部用的都是用KDE的桌面系統 全校都是,包括行政電腦,包括教室的電腦,包括老師家裡的 甚至很多都是用KDE的環境 那時候建制就一直是用這個環境去做建制 那為什麼用KDE呢? 一開始,待會我會介紹幾個東西 Outline部分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待會先跟大家說為什麼要用KDE的桌面系統 而不用採用捲弄去做推廣 再來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在使用者段,我在使用新版的KDE的時候 怎麼去設定這幾種桌面的設定 因為現在都很簡單,把它都整合在一起了 那就會很好去做操作 那特效也內建了 那-Y呢,這是SH 裡面一個比較特殊的參數 然後好像只有KDE裡面可以實際的做運作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備份還原這部分 就是因為在end user 的部分 都會有遇到的問題就是 我可能設定跑掉了 那可能沒有辦法正常運作了 那所以有需要去做備份還原去做處理 那甚至像我們學校全校200多台電腦 當系統出現問題的時候 我需要一個solution去解決這個問題 好,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再來是跟大家說 要怎麼去做跨平台跟瀏覽器跟跨設備 因為現在device 很多嘛 我們在學校沒學習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不一樣的end device 那怎麼讓這些device可以去運作的部分呢 我們就有一些經驗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最後呢是我們8年來推廣一些心得 跟大家做分享 好,那為什麼用KDE呢 一開始我們剛剛說過 我們在2005年 就是民國94年的時候 那時候全部都導入自由安體 我發現我下次再次必須進行 那個車子 那邊沒有最終的 沒有效果 そして回到我們 我們剛剛好想出來 而且他們很少在一起 我們應該是去做過 通過 要做錯 fact 其實我們應該有做錯 第一次 我們應該跟人家不合發 我們應該是 我們應該是 到再次 再次 我們應該去做 我們應該是 一個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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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